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又來上課 是教網站的論文 今次我們會立立這個 Multimedia 即是在裏面有一個Animation 連同JavaScript的Program一起討論 作為這個遊戲的第一個玩法 其實整個網站有一定的難度在裏面 但我們分開了兩堂來討論 這樣就會比較好 第一堂我們的目的就要做到這個Animation 這個就是射籃球的籃球員 一條直線代表在這一點發射 這邊就會有一條線 這條的環線代表BasketProgram的籃球架條邊 整個遊戲裏面就是當你的籃球射過來這邊的時候 到最後你能夠調校好角度和你的速度 而如果籃球會碰到這條邊的話 那你就能夠成功的一分 還有你會下載背景音樂 還有很多音效在當中 我們一堂沒有可能會做所有的事情 而遊戲的控制 我們會遲這條Slider 在這裡給你控制速度和角度 還有計分成績在這裡 這些就是第二堂講的 現在第一堂先講這個動畫 對於整個目標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我對大家絕對是有期望的 我們現在上課的時候 大家很集中精神又做得好 真的這麼久觀察大家 所以我覺得可以出一些有難度的功課給大家 這份功課你問過難度多高 簡直是七星星、八星星、九星星 OK? 大家用心學好 打好機材 你們日後再升學 讀什麼都好 你都會有一定的背景音樂 好 那我們就開球了 看看 成功過程裡面 雖然是射籃球 但我們是模擬一個真實的過程 所以我們製作過程很認真 就不是亂丟一條公式出來 就代表射籃球 那麼 讀物理科的同學 你或是會有一個人在起泡線 你們學歷學的時候 第一堂學的速度 的時候 你已經學了這個叫做 Protectile Motion 好 但因為我們另外的選手 科的同學不是讀物理學的話 所以我們都不必要去探究 不必要去探究究竟這些東西是怎麼來的 我們只需要只需要 用結果就可以了 在這裏是物理科信高 用的結果 就是這三條公式 我們在開始試鋪 之前 我簡單說一個背景 就是一個標準的籃球場 我也不知道它的標準是怎樣 我都是在網上找的 就是整個籃球場 28米那麼長 半個是14米 所以我們這個籃球 這裡就是14米的長度 OK 14米長度 玩遊戲的時候 這個籃球的配合 是會 由電腦產生一個隨機的位置 D 從這裡開始量度D 藍球圓的高度也是隨機的 H有高也有低 而你遊戲 就要控制這個發射的速度V 以及發射的角度FET 你發射了的時候 這個波就會按照我們模擬的 Gravity是9.8 然後 這樣扔過來 一個拋物線這樣扔中了 這一點就是 藍球架的邊的高度 就是3.05米 在這裏 只要這個藍色的波 去到這個位置 用來計算它 能夠碰到這一點 你就會加一分了 好 整個過程裡面 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這三條公式 這三條公式 這三條公式裡面 其實就是有一個 X 和Y 的座標 XY座標 就是藍球的中心點 藍球的中心點 而T 就是你發射藍球的時間 OK 當你給了速度V 和發射角度FET 我就能夠在你發射那一刻 叫做T 是等於0 波開始飛出來的時候 就是1秒 2秒 3秒 這樣射了過去 到時用這條公式 就能夠計算出 X 用T 就能夠計算 X Y 我尖咪不知道有沒有事 T 就能夠計算 X 或者 用X 就能夠計算 T 然後 你又能夠用T 就計算 Y 大家看到畫面 又彈了東西出來 即是有東西死了 多看一下 我查一下我的Headphone有沒有事 可不可以同學說兩句話 給我聽 早安 今天是5月8日 多謝你 謝謝 有沒有事 實際上我想說 就是寫program 用這三條式 已經給了你 用X 去計算T 用T 去計算Y 即是有X有Y 我們就能夠把藍球這一點 畫出來了 你可以放心 你之前Python有個功課 是曾經Port 整個Side Wave 出來的 我們這次都用了類似的方法 不過不是Port Side Wave 是Port Port Port Motion 的軌跡 好 說到這裏 有沒有問題 不用怕 這三條式 不是要Port 我們用 說到這裏 大致上明明做什麼 大致上明明做什麼 其實不難 不難 就是一個Canvas 一個畫布 不過在做Canvas 畫布的時候 我會叫大家去哪裏 去這裏 大家可以去W3Schools.com HTML 下面有一個Canvas 大家如果在上網 可以在這裏 如果不找的話 可以在這裏 放在這裏 連結 之後 我們會根據這裏 的教材 來學習的 整個概念是什麼 就是我們做Canvas 畫布 這個就是畫布 然後在這裏 做一個Drawing Object 然後在上網 畫圖 OK 詳細的方法 你會教的 如何畫一條線 如何畫圓圈 如何能夠寫字 如何能夠畫其他東西 它全部都有例子 你用Try It Yourself 這樣就會很容易學到 甚至乎 再看一看Tutorials 你就可以在這裏按 它會慢慢詳細詳細的教你 你會有很多種功能 我們要學到這麼多種功能 到天亮了 所以 我就把我們的遊戲 必要用的 哎呀又來出事了 喂喂喂 可不可以說兩句話 什麼什麼 5月8號 畫圓 真的聽不到 我們先等一會 2,4,7,5,4,7,7,8 2,4,7,5,4,7,7,8 2,4,7,5,4,7,8 2,4,7,5,4,7,8 好像是 不好意思 剛才我的耳機壞了 可不可以說兩句話 謝謝 畫圈圈要不要加一點 不用啊 不用呼拉圈 好了 這裏 CANVAS 就是這樣用的 於是我們就 列入 下面 如果你想看的話 可以很詳細 有一個CANVAS 的reference 在裏面 什麼都有 我們再說一次 我會針對這份功課 抽了簡單的東西出來 先用 如果你要學更加複雜的 第二類遊戲 想做更加多東西 舉個例 舉個例 SIR 你找一條線 代表是個PAYER 我可不可以把我的樣子放進去 你可以把你的人 把公仔放進去 但是這些 留在你交功課的時候 OK 做得複雜一點 你才改這個位 大家清楚明白嗎 那我們就開始玩這個 我們就請大家 Edit 你的index 1.htm SIR 你還沒發文檔給我們 Sorry 聽不到 你還沒發文檔給我們 因為檔還沒發文檔 不用 我會全部都在這裡 因為檔不需要用 好 請你打開這個index 我會全部在聊天 複製過來給你 你記住 裡面有很多內容 要你打開 就很浪費時間 亦都會打錯 所以我全部一段段 好像上一堂那樣 我會全部講解 講解到哪裡 你就會抄哪一項 給你看 可以嗎 所以大家記得在聊天 那裏 copy 好 第一個 就是我們定義一個畫布 大家把這個畫布 放在哪裏 放在你的body 裏面 這樣就可以了 請你留意一下 你的body 裏面 其實只有一個內容 Sorry 不是一個內容 只有兩個內容 第一個內容 Heading H1 射籃球 第二個 就是這個canvas 畫布 只有這麼多 你身體裏面 沒有其他東西 只有這麼多 當然 下一堂的時候 我們還會顯示一個方法 讓別人進入 那些留在下一堂才說 暫時來說 你的body 只有canvas 好了 我解釋一下這兩句 大家複製貼上去 我先解釋一下中間這句 好嗎 這句就是定義一個畫布 它的ID叫做canvas 為什麼一定要有ID呢 因為我們要用JavaScript 去處理這個畫布 我一定要用DocumentGetElementById 拿出來的 這裡就定義了寬度1430 高度是600 SIR 你怎樣用這個數字 其實很逼真的 為什麼很逼真的呢 是因為我們的籃球場 半個是14米 OK 那我就用一個pixel 代表一個cm 那這裡是1400cm 所以我們的模擬 就會用1400點 1400點 來模擬的14米 連同有30點 即是多了30cm 原因是因為 我的籃球架 那條Vimbar 我想更多一點位置 當你的籃球停在這裏 就不用停在那邊 可以嗎 所以我就給14米 即是1400點 再給30點 OK 那這裡最主要就是 我為什麼會定義這個寬度 SIR 那個高度呢 籃球架的高度是多少呢 是3.05米 那為什麼你要定義到這麼高600 是因為一會兒我們模擬去射球的時候 那個球會比籃球架 才會射中它 所以我就會定義去較為高一點 就是6米高 即是68點 那背景呢 我設定了一個畫面的籃球 那背景是藍色 可以嗎 這個就是我們的Canvas 裡面的設定 就是這樣 對於這句說話 如何去設計畫布 大家有沒有問題 背景色有一個圈圈 一個圈圈這麼粗 顏色是什麼呢 零零零零零零 即是黑色邊 清楚明白這句的請你舉舉手 有問題的請發問 我們萬盡高樓從地起 我會句解釋 你千萬不要說走開了 走過去 然後中間再放下來 你多數都不明白 你看錄影 你一看錄影 你會有點灰心 而且我對大家很有要求 你能夠做到這份功課 簡直一句 你這個SVA 即是九星星了 好 然後我們繼續看錄影 郭詠希可以嗎 好 然後我們會做一件這樣的事情 因為這個Canvas 是長方形的一塊東西 你看見它是否在中間 對呀 在你畫面的中間 那你怎樣做 是因為它是不會自己在中間 我要做到在中間 我就要做一個DIV 我要做一個DIV DIV的闊度 就是跟它差不多 OK 跟它差不多 待會我解釋為何差不多 然後這個DIV的闊度定好之後 就做了DIV margin 做Auto 還記不記得 Margin變成Auto 它的用途是甚麼 我教CSS Box Model 那一堂講到Margin Auto 的用途是甚麼 有沒有同學能夠講得出 Margin Auto 有甚麼用途 Boss Model 講CSS 是否自中 是甚麼 自中 沒錯 自中 就是把左Margin 右Margin 你不用把數字放在中間 好了 這個Canvas是1430點 加上Border 1點 即是1432點 所以你就會見到 我上班的DIV 設置1432點 哈 你明白怎樣來 好了 記得要設定Style 的時候 你要設定Style 做Boss Sizing 叫做Content Box 這個也在Boss Model 那裏有說過 為甚麼要加這句說話 原因是因為我們用了W3.CSS 它的Boss Sizing 就會變成另一種 包括Border 在內的大小 所以我要還原 變成最基本的方法 這個DIV有多寬呢 我就是用最基本Default的方法 Boss Sizing 叫做Content Box 即是說 你的Border 你的Border 和Border 闊度還闊度 分開來做 OK 總之 講完之後 甚麼都好 這個寬度就是1432 你這個不下的都可以 因為你都沒有下到Border Margin 但我自己寫不清楚一點 那我確保到我的闊度 1432 如果你有下Border 或有下Pedding 你就一定要用這個 如果我沒有下Border 沒有下Pedding 這句暫時寫不寫沒有分別 總之一句說完 這個1432 就是來自1430 加上Border 左右兩點 比如1432 Margin Auto 你會看到這個就放在這裏 好 講完這兩句簡單的 大家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 就發佈沒問題的 舉舉手 接下來 我們就正式會做我們的動畫 我們會做我們的動畫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 我們的動畫怎麼做 我們開始印入這些東西 阿Sir 這裏還有一個DRV 做甚麼的 這個DRV留下來 我們做Debut 即是說 我們一會不知道哪裏有錯 有甚麼甚麼 我就會用這個InnerHTML 有需要的時候才會用 這句 所以我們暫時不需要加進去 好了 我們在這裏有一個script 下面這裏 同樣地 在body裏 我們放了JavaScript 一段東西 你逐句逐句寫好嗎 好 第一句 就是這裡 我們要定義了 我們要定義上高 我們上高 只是定義了 有一個Canvas的object 有一個Canvas的object 我們定義了 如果我們要寫個program 畫東西 我們就需要 我們就需要 把這個html 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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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的Canvas 這個object DOM 裡的Canvas 的object 要拿出來 Get Anyone By ID Canvas 拿出这个object 放入一个变数 这个是一个变数来的 它是固定了这个 canvas 的 object 这个 object 上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到的 我们要准备用画图 所以规矩来的 一定有这两句东西 无论你在上网找什么东西 你在 HTML 的 canvas 里面画东西 一定有这两句 就是在这个 canvas 的 object 里面 create 一个 drawing object 出来 你拿着一个 CTX 就是 drawing object 你才能够画东西在 canvas 上出现 即是说这两句 是标准一定要有 你才能够在这个 HTML DOM 这个 canvas 的 object 上画东西 这是一个规矩 如果你想知道这两句是什么 就是这个 canvas 的 object 这个 canvas 里面一个固图 物件的 object 叫做 CTX 好 这两句一定要这样打的 有没有问题 操作上高 你就要把这两句 就复制贴上 我放在聊天那里 放在script 里面 放在script 里面 放在script 里面 我就给你两句 那两句是什么 就是这句 复制 我在聊天那里 有几句 那我们马上来试一下 效果是什么 我们在聊天那里 有这三句 给了你 这里就是说 我们要做一个 Fill Style Fill Style 即是填充颜色 RGB 都是255 即是白色 一是解造 Opacity 即是说是实心的 颜色不会透明的 是没有透明的 是实心的 那这句说话 就是在座表00 那里画这个长方形 我们大一点 画个长方形 在座表00 画个长方形 是10 在这个座表1429 599 那里画个座表 是10 OK 那就大一点 把它储存 接着你就试一下 在这里 看一个效果 我这里 你看到一个长方形 放在这里 你又见不见到 这里有另一个长方形 看不到的 为什么 阿sir 出了界 怎会出界 因为我是在最尽头点画 所以出界 如果你细心的眼睛 贴在螢光幕那里看 我现在圈住这个位 你会看到有一点白色 这点白色是什么 你们见不见到 我的滑鼠指 有点白色 你见到它举手 或者看自己的手 你见到它举手 右下角 有问题就出声 我看到左上角很大 其实右下角也有 不过是从这一点开始画 然后出界 看不见到它出界 你们看一看 我看到很多同学也有举手 可以吗 杨尚如你也看到 右下角 这里是负指号 可以吗 OK 好了 然后我们来的 阿sir 原来是这样做的 在座标那里可以这样搞 OK 那你就试一下这个1429 如果你想不出界的话 你就把它减回10 1419 和589 阿sir 怎样来的 因为你的Canvas是1430 高度600 长方形大小是10 那这个最后一个作标 就是1429 阿sir 为什麽 因为作标由0数起 0至1429 高度0至599 OK 把它处存 你就试试再重新整理 是啊 出了长方形在这里 终于见到 OK 成功的请你举一举手 好了 好了 接着我们又来了 阿sir 这个长方形出来 我们要了解到 它的Coordinate是怎样做的 它和Python 是一样的 其实也不只是和Python 是和我们的电脑里面 玩射铺的 不整形光幕 全部都一样的 就是左上角 左上角 叫做00 X 续 一样由左去右 Y 续由上至下 在左上角开始 行不行 所以我们出来 这个是左上角 这个是右下角 大家清楚明白这个关系 于是乎 就会有个问题发生 阿sir 我们读数学科的同学 读数学科的同学 其实就是大家 我们习惯了 这个00 是在这个位置 X 是这样 跟电脑一样 但是Y 是在这个位置向上 对不对 Y 在这个位置向上 那怎么办 电脑的00 在这里 Y向下 所以 我们就会做 多两句的命令 这两句的命令 是什么呢 就叫做Translate 和一句Scale 目的呢 就是将它 将它 那个Canvas plot 出来的时候 它会全部 帮我们做 座标签 我将这两句复制 在聊天里 你们在这个位置上 贴上 在这个位置上 在这个位置上 贴上了之后 解释你听 这句话 即是把00 转到068 068 是什么呢 就是向下 移到600格 Y座标的00 就会由这个位置 00 移到这个 068 这是全场的600 这个高度是600 这个座标 就变在这个位置 第二 我这里有一句话 叫做Scale 这个是X的Scale 这个是Y的Scale X的Scale 是没有变成1 原本的X乘1 就变成新的X 那这个呢 就是原本的Y乘负1 就变成新的Y 所以 原本你的Y 是向下走是正 向上走是负的 但是 把Y乘成了负1 之后呢 你就会变成了 如果你给一个Y 是正数 那我乘回负1 就变成负1 就变成负数 就会向上走 所以就是 我用了这个方法 就把你计出来的Y 就放到螢光幕那里 的Y 就会向上走 你计的Y 全部都是向上 是正的 在这一幅图里面 计的Y 向上是正的 行不行 是正的 在电脑里面 你想这样突破 Y是要负的 所以我就会加上 skill 去负1 在这里 然后你就试试 将这个 就储存 然后 在你重新整理的时候 你看一下 这两个正方形 一个在左上角 右下角 加了这句之后 嘩 它掉到左下角 和右上角 就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个 transformation OK 大家明白我操作成功的 又明白这两句的来龙去脉 是做什么的 就是做transform 请你举一举手 所以CTX Scale 是什么 听不到大声点 我知道Mike 这个CTX Scale 是什么 Scale OK 你是问CTX 还是Scale Scale 就是x 和y Scale 就是放大缩小 放大缩小 邓道言 这个原本的x乘1 就变成新的x 如果这个x是10 如果这个x是10 它就会将x的Scale 变大10倍 看到吗 邓道言 看到他打了10倍 是 是 是 所以 Scale的用途 就是将x 变多大 行不行 你不要玩 我x 无端端做什么变大变小 所以x 反正1 就可以了 好了 y也不想变大变小 所以你寫1 就可以了 不过 我想要加一个负号 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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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稍后画这幅图 y向上是正的 OK 但你对背电路来说 y向上是什么 是负的 你看到吗 你看到 y的零零在这里 向下走是正的 邓道言 是 我现在想把所有y 你把这幅图计出来是正的 我要变成电脑负数 所以在scale 我就要把 你计出来的y 要成负1 当你成了负1的时候 它就会向上画 那幅图 行不行 它的y就会变成向上画 好 因为变成负数 你的y是正的 它会向下 你变成负数 你变成负数 可以吗 这个位 各位图有问题 一定要问 一定要发问 我给大家消化一下 这个transformation 其实说到 很学术 又是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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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scale 其实简单要说穿了 只不过把y成负1 把y成负1 才拖出来 那它的方向就会变成了 喂 陈伯峰 陈伯峰 你向下方走三步 然后把你成负1 就是向上方走三步 可以吗 陈伯峰 明白 明白 陈老师 你欠了五元 但我说 乘负1 你欠了负5元 那就反过来 我欠你5元 喂 大家认不认识到 乘负1的用途 明白 好 这个呢 就是改变那个位置 行不行 就是把它改变到600点下面的 而这个呢 就是 把y的方向改变了 大家可以把这句的解释 打回到这里 以后 你们一边对着 程式的时候 都知道自己的解释 在做什么 好了 这三句是纯粹做实验的 我们不用了 先删除它 好 别说到这里 跟得到的 操作顺谱 打齊了些东西 请你举手 好 我们接下来 都只不过 是会加一些功能去画 其实 难关是慢慢 逐步逐步 就会消除 最陌生的时候 都是说这两句 怎样搞 下面那些 就很script forward 我们待会 画的线 都是一点那么阔 简单一点 所以我会预先定义好 这个Drawing Object 它画的线 是Line With 等于1 我在这里写了一次 以后就不用再写了 就不用再改 因为我稍后为了 简单一点 你画出所有线条的 广度都是1 所以我就说 Drawing Object 你画的线 Line With 等于1 OK 那我就把这句 放在聊天 你把这句放在这里 好 大家加这句 放在这里 接下来 阿sir 这是什么 我会慢慢逐个逐个加 不要心急 不要心急 我们先加这个功能 先加这个功能 叫做Jaw Player 画打球的人 我做一个功能 画打球的人 我解释完之后 就立即去画 阿sir 这句意思是什么 我写一个功能 如果你想画 那一个人 就叫这个功能 就可以了 我之前的课 用了很多次 所以这里 不会再解释 功能的基本概念 叫功能 最重要是 你给他两个数值 为什么两个 因为这两个 就给他两个数值 我就当你100 阿sir 这两个数值是什么 我之前在WhatsApp 那里给了一幅图 你看的 这个D 将会是 下一堂游戏 由电脑随机 产生 这个H 也是由电脑随机 产生 代表这个蓝球运动员 站在蓝球场的哪个位置 就是D 这个位置 它的高度 好像1.75米 那么高 H就是175 可以吗 暂且 我们将这个D 和H 我们自己进入数字 做100 100 然后将这个蓝球园 画出来 画出来 就是说 JoinObject CDX Begin Path 即是要开一个Path 即是要开一个新的绘图 绘图的线 一条新的绘图线 要开始设计了 Stroke Style 就是说 那条线是什么色 那条线呢 它叫Stroke 那我们画什么色 RGB 这个就是红色 红色 你喜欢自己改 红色 Move To 这个就是起点 那条线的起点 就是Move To Nine To 就是由起点 画到去哪个位置 起点 什么叫做A0 你看回这幅图 这个作标叫做00 这一点作标叫做什么 D-0 D就是X组 Y组 Y组 就是0 这一点 高度是H X X作标是D 所以这一点就是D-H 好 对这幅图的作标 这个位置叫做D-H 大家明白不明白 明白的 请举手 不明白的 请你发问 因为大家都读到中四 这些Coordinates 变成如果不是太复杂 是基本 纯粹是X、Y 看得懂的话 那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去解释 我相信这些基本的东西 你们应该容易掌握得到 这个蓝球的座标 就是D-H 好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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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着我们就继续下去了 这里就给了两个数字 这个A就是刚才的D 这个B就是刚才的H 我们就去A-X这个座标 画一条线去A-B的座标 画一条线出来 可以吗? 这条线其实是没有画的 你只是说 在设计一条新的Path 那个Path 是用什么颜色画 由哪里开始画到哪里 你真的要画那条线出来 你要画那条线出来 要做这个动作 它才会画的 你一天不写这句 它是不会画的 我看着它 我现在comment了它 这一句是不会执行的 现在是不会执行的 我重新整理 这里都没有画的 好了 接着你试试把这个comment刷掉 然后重新整理 对了 你画了一条线在这里 好 成功操作到这里 画到一条线出来 请你举手 有问题请发问 这些全部都在哪里呢? 在W3Schools这里 教Canvas的tutorial 会有教的 OK 会有教 当然会很零碎 要左探右探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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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 如果你跟我 刚好用得到 你就不用花时间上去上稿 我看到很多同学还没举手 我在等你 可以吗? 许责要这个 OK 周启峰OK吗? 叶子谦 叶子谦 好 麻烦了 好了 接着我们又来了 多谢你们 这么专心在这里上课 接着我们就到第二个功能了 这个成功了 就到这里画一个蓝球架 这个蓝球架 就是看这个图的高度 蓝球架标准是3.05米 3.05米就是那条边 所以如果一个温浸要这么高的同学 1.75米举起来 手一跳 它就能够 跳得高一点 就能够碰到蓝球架 可以入瓶了 那么我们叫这个高度 暂且它叫做P 知道它是3.05米 那我们就要做一个功能 其实这个功能 不用解释 你都知道 里面都是画一条线 然后把它复制 接着就贴在这个 这个script 里面 如果你想画它出来的时候 你最重要就是 叫这个功能 JawBasket 你要JawBasket 你就要给这个 蓝球架高到它 这样才可以的 我特意为了玩东西 玩东西 它是3.05米 记住我们画这个canvas 一个pixel 就代表1cm 所以3.05米 我进入的就是305 我将这个parameter 305数值送给A 那它画什么线呢 它就画一条黑色线出来 开一个新的path 里面要画黑色的线 由这一点画到这一点 阿sir 为什么是1400 因为蓝球场 由这一点画到这一点 是14米 所以由这一点画到这一点 就是1400cm 所以由这一点画到这一点 在JawAScript canvas的作标 就是由这一点画到这一点 就是1400 那由这一点画到这一点 Y的作标 就是305 OK 所以 我们 这里 就是X组 1400 豆豪A 我送过来 305 这个高度 向后画蓝球架 那个蓝球籃 也有一个框 所以就打横画一条线 在X1424 豆豪A 然后Core Stroke 才真的画出来 当你能够做到的时候 储存 重新整理 你就看到 这里多了一条线 好 sorry 不是这个 是的 这个 多了一条线在这里 打横这条黑色线 好 成功又出了这条黑色线 请你举手 你放心 金堂我们很简单 其实呢 一你通白 你明知道了一条线 怎么画 又成功画了这条打直的线 一条打横的线 又明白 我们为什么会 会移到00 下来 还有为什么Y要调转 很多东西就容易 跟着上手做 当然会比较挑战的同学 你们当中有不少读 physics科 无论中四中五 我都知道有的 那你喜欢的话 你自己拿着本教科书 再重溫 这个parabola 这个projectile motion 究竟是怎样计算 自己计算 这三条色 好了 接着呢 我们做下一个步骤 阿sir 你能够画到这两个了 于是乎呢 我们就要去画一个蓝球 我将这个複製过来给你 阿sir 为什么会画一个蓝球呢 其实整个动画里面就是 蓝球圆 蓝球的蓝 和画一个蓝球 接着差不多就说完了 我们就写一个loop 出来 就会将蓝球位置 不断更新的意思 我将这个蓝球的複製 已经复制贴上给你了 请你把複製贴上来 我再解释究竟这是什么 我们叫这个功能 要给他三个数字 要给他三个数字 parameter 有三个数字 在这里 XYD 分别是代表什么呢 这个XYD 分别是代表什么呢 就是代表 就是代表 那个蓝球 那个蓝球的位置 等一下蓝球的位置 会继续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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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但是我现在先做一个蓝球 画蓝球的功能出来 只要每一次 你去画蓝球 你给一个X 给一个Y 我就会画出来的了 好了 我试试模仪一次 然后再讲解释给你听 Draw Basketball 我会画蓝球在哪里呢 我就在蓝球员那里 代表是100-100 D是什么呢 就是蓝球的直径 一说到蓝球的直径 一个标准的蓝球 它的圆周 是29.5寸 就是75cm 除2π 计算是23.8cm 简单点 就当它是24cm 24cm 就是蓝球的直径 所以我们变成我们的Canvas 就是24点 所以这里就要打24 但是为了令到我们写个program 会比较好些 我就免得麻烦了 我就会开始 印入一些Constants Constants 进来 这些Constants 定义好之后 我就不用去背了这些数字 我只是看这一行 那就足够了 我将这四个 我抄到描天那里 请你将这几个 我们整个program 里面经常用的数字 放下 所以这个24 我就放入变数 Basketball size 这里 我就可以这样写 看法 蝦 这里就代表了24 我还说在100 100再给你画蓝球 蓝球的直径是24 好 你们明白我这个容易的 请你举一举手 我的容易就是 开始把我们定义好的数值 操作到这些变数名称 稍后就用的时候会方便些 你明白我今次的用途的 请你举手 接着我会解释蓝球怎么画的 你放心 温俊要你多高 查实 181 大声一点也听不到 181 181 你又有 好厉害啊 如果你可以做手术 你给技师的东西就好了 好 这里 Basketball是怎么画的呢 就是开一个Begin Path 又来了 开一个新的Path去画东西 里面呢 今次我们不是画直线 我们画是画什么 画一个art 一个弧线 但如果这个弧线能画到360度呢 你就能够成功画出圆形出来 画了圆形出来之后 你就有个close loop 有个close loop 你就可以将它fill style 填充了 你刚才画出来的形状 画这个art呢 你就需要给一个座标 这个座标呢 XY就是art center 阿sir 那art center就是你给了我 XY 蓝球是个圆圈 我立刻在这里 这个蓝色就是刚才那句话 这个蓝色圆圆中心点 就是蓝球圆最顶顶的这点 我现在画数这点 我画数指着圆圆的中间 这个中间位置就是1818 这个位置就是1818 我用了XY 1818送进来 X是18 Y是18 D是24 那就是1818这个中心点 圆圈中心点 画一个art 这个art的半径 这个是打一个半径的 这个半径呢 你给了我 是这个24是蓝球的直径 除2 那就是12 半径就是12 OK 大家明白吗 XY是座标 这个是半径 这三个数字先解释了 你明白的 请对手 这三个数字 逐步逐步来 你学这些东西 要不就在刚才的Canvas 慢慢看 左看右看 再累积 如果不然 也可以透过上课看录影 我把有用的东西 抽出来一次过 再告诉你 可否跟着邓浩言 邓浩文 好 麻烦 邓邓邓邓邓 好了 接着呢 这两个数值是什么呢 都很容易明白 就是这个开始角度是0度 结束的角度是360度 就是一个完整的圆圈 0 就是0 那个开始的角度 好了 在Python 那一课呢 我以前教Python 也有顺便讲文数学 就是一个圆圈 是360度 如果用另一个单位 叫做Vidian 它就等于两个Py 两个Py 在JavaScript里面 在JavaScript里面 Py这个Constant 你怎样能够得到呢 你就会用这个max.object 里面有个Property 叫做Py 你打max.py 你就会得出这个3.14 那个3.14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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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数字出来 将它乘2 就变了 等于两个Py 那即是代表了360度的圆圈 画了这个圆圈出来之后 里面我们要填换的是RGB 蓝色的F 即是蓝色 这里呢 你做了一句 两句 三句 只是预备好 所以你画个蓝球出来 是要这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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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x.fill 如果你这一句 你comment了的话 你是没有效果的 那我做给你看到 哎呀 没有了个蓝球的 因为你这里comment了 行不行 如果你这里 没有comment的话 你的蓝球就可以画出来 好 操作到这里 你能够成功画到蓝球的 请你举手给我看 你看到我剩下一个功能就说完了 所以呢 其实东西好像很复杂 其实又不是很复杂 大家到今时今日 你都能够做得到很开心 我们第一堂呢 就是我做不你能够成功操作 兼备明白什么的话 你就过了第一堂的关 第二堂呢 就会加入一些声音 计分 我们分两堂 大家各有不同的困难地方 今堂只讲一个canvas 下一堂呢 就会讲 怎样整个slider 怎样去计分 那些整音效 其实这么多届呢 我都没有教一些同学 认真做一个这样的动画游戏 因为呢 在课室里面呢 有时更加困难 这里呢 透过zoom有些方便的地方 好了 接着呢 我就会讲一下 既然这个都说到呢 那下一步 我们要做什么呢 剩下来呢 就要跟着做动画了 一讲到做动画的时候呢 那我就会慢慢逐步逐步讲解 这里是会有点点难度的 这个真的有点点难度 但是你放心 我会逐步讲解给你听的 我先给你多几个数字 那大家不用打错了 在聊天那里复制 在聊天那里复制 将这几个数字贴上 阿sir 为什么这几个数字 会特别和上高的隔开了呢 是因为上高这四个数值 我们没有想着变的 地球的引力 地球的引力 地球表面的引力 地球的引力 是9.8m per second square 因为一个pixel 是1cm 所以我就把它变成980cm per second square 所以我就把它变成980 你不读物理科 不要紧了 这个数字呢 就是引力的常数 在地面 980 所以你的球会越跌越快 一个power线越跌越快 就是因为它 如果不是980 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个引力 你的球就不会有一个power线形状 就比自己走直线而已 好了 那为什么这四个数字 会分开了呢 因为D和H 大家看看这幅图 D和H 会在一个游戏里面 由电脑 下一堂教 这个电脑 会随机产生的 令到你的游戏里面 每一个关 下一关 下一局 DH 都会是不同 由电脑产生的 所以 我特意现在 在第一堂 将DH 抽出来 第二 速度V 和发射角度 是由User 去决定的 所以我又特意抽出来 这样摆 免得和上课的东西混亂 大家明白吗 我这个用意 明白吗 所以你做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可以变成D 这个可以变成H 讲到这里都明白的 还有这个P 就是蓝球架的高度 我叫做P 因为只是跟回图 这里叫做P 所以这里我们叫做P 这个位置我们叫做P 这个位置我们叫做P 我们将这东西 substitute 放入里面 然后再重新整理 你继续能够画得到这些东西 好 成功操作到这里 有清楚明白的 请你举手 有问题就发问 Player 是不是都会转入DH 是的 Player 是用DH 我们跟回这幅图 DH D 就是个Player 站的位置 H就是个Player的高度 OK 好 举个例子 如果是温俊耀 就是181 行不行 OK Yeah 好了 如果是小火山 就是100 好 好 大家清楚明白我的用意 有问题真的要问 不要在心里面 好 好 尼项熙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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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邓熙行不行 好 好 喜欢打林球的同学 我觉得你今次就更加入神了 这个因为跟你有关了 好了 接着就去到这里 只剩下来 我会讲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 我会慢慢做给你 不会一次过 弄完 不会一次过弄完 这个功能是做什么呢 我为了弄好一点 我先这样 先这样 这个不要加下去 我先这样 复制 然后贴上 在聊天里有 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 就是叫Jaw Cod 整个篮球场 画出来 其实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 第一次画的时候 我会CLEAR 这个篮球场 第一句 CLEAR CLEAR 整个Rectangle 位置由00开始 长方形多大呢 143068 哇 那就是整个Canvas 这么大 没错 我整个Canvas CLEAR 变成背景颜色 清除了它 无论你画过什么都好 这一句都会清除了 就是你画了一些 籃球架 籃球 全部被它洗光 我怎么会洗光 原因呢 就是因为电脑很快的画 你画这三件这样的东西 只不过是0.0 几秒画完 你都看不到画的时候 快到 所以我眨眼 你的动画是怎么做呢 你的动画是怎么做呢 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 这样做的 我就 改一个数值 给你看一下 改一个数值 给你看一下 待会 我会 那个数值还原 现在特意就着 改一个数值 开播 画了图 你看到 是否很慢的变 现在这个籃球 是否很慢的变 是否很慢的变 会秒钟变一变 原因是什么 画完之后洗 画完之后洗了它再画过 洗了再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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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0.0几秒 你会看到蓝球 就慢慢飞过来 好 大家明白吗 洗了它 是很短的时间 然后画完之后 留下 就很长时间 于是你会看到 这个停留在你眼前的动画 你明白这个原理的 请你举手 不明白的 请发问 如果你这样还未明白 我就试试把这个数值再改大一点 不过就有点悶了 改到了 这个数值很大 一会告诉我 这个数值如何计算 这个是一个mini second mini second 千分一秒 千分一秒 那这里是十 一千 即是十秒钟 我这样重新整理 哇 我先等十秒 先画第一个 Timers那句 我们是没有的 Timers那句 我不是复制了 那句就复制了 哦 还未有 还未有 我会解释下去 现在还未有 画完 你看到我停留十秒 正在停留十秒 有时间 刚刚移动了 你看到我停留十秒 看得很清楚 但洗的时候快到你看不到 又来了 看到吗 又移动了 所以整个动画的过程里 我就是要画完 停留一点 然后我便洗完 再画 阿sir 是不是现在的游戏 有什么东西都用这个方法 又不一定是这样的 我现在的第一步 你们开始玩动画游戏 最简单方法 第一堂学 什么都不要想 洗完再画 是不是 明天当然有些 省时间一点的方法 阿sir 这个游戏有几百样东西 画了在这里 难道你这些东西都洗完了吗 是不是 这不是很现实 但今次这么简单 就可以这样做的 好了 第一句 就是Clear了整个Canvas 我打下用途 大家明白这句的意思 请你举举手 好吗 最主要就是 我说的东西 你要掌握到用途意思 你才能学到东西 否则我打什么 你照复制贴上 就变了无用 这一个 多谢各位 你们学到这些东西 这么深奥都能够掌握得到 好了 Clear了之后 我就来了 这里就是画个蓝球那条边 画个蓝球圆 看不见到 所以我们还需要这两句 不需要这两句 不需要这两句 那我们只需要用什么 代替出去 我们只需要叫JawCard 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 接着还有 这句也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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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还有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里 我们要去计算座标 哇 阿sir 如何玩计算座标 出来 好了 要计算座标 出来 我们会计算座标 给它 很简单 因为波在哪里发射的 就是在这个位置发射 对吗 这个位置发射的座标是什么 它的X座标就是这个D 运动员站起X座标D 所以波发射的X座标也是D 当然波发射的高度就是H 行不行 大家明白为什么X发射的座标是D 如果你明白我这句的用意 请你举手 X就是波的座标 就是你的运动员的X座标 把运动员的X座标 先把运动员的X座标 在这里 就用这三个公式计算波的XY座标 好 说到这里 明白用意就可以了 不需要明白这条公式 明白用意 先明白用意 好了 如果你清楚明白用意之后 这条三条式 我们的写法 只是把这里的东西做出来 这里是有些数学物理 不重要 我们的重要是写Program 那你就当这三条式给了你的 我们拿个X 就可以计算波发射的时间T 拿个发射的时间T 就可以计算波的座标Y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X已经给了你的 X座标已经给了你的了 你就拿这条公式计算T 这条公式很简单 就是X-D 除了V乘cos 好了 所以你会看到 我这条公式就是X-D X-D 除Vcos 你记住 你记住 除Vcos 你记住 是个分母 所以你写Program的时候 留意 分母是V乘cos 大家是否明白我说什么 喂 你明白我用这条公式的整理 举手 因为V乘cos 是个分母 你就把它乘成 然后给它除 如果你不用这个库 的话 你没有了这个库 你就要除V 然后再除cos 你写Program的时候 要留意 因为有同学出错 就是错在这些 数学公式的转换的地方 好了 接着 这里看之前 拍摄房也有说过 刚才也有说过 就是 你计过cos 就是要将你输入的角度45度 cos 你要计算45度 但是电脑是用Radeon做的位 你要将度数成Pi 就是Max.Pi 除180度 你就能够将角度 变回Radeon 然后叫JavaScript JavaScript 它有Max.Cosy 这个功能提供给你的 JavaScript里面 有Max.Cosy 提供给你的 我去JavaScript 我们就在这里面 我看看这里有没有 Max Function 里面有的 一定有的 不过要慢慢 找一找 有了 这个 这个JavaScript 这个Object 里面其中有Povert 叫Pi 里面也有个Math 叫Cosy Cosy 到时候有需要 你就自己看 里面很齿的 有Cosy 记不见 Returns to Cosy 但是这个Angle 一定要用Radeon 要转 就用这个方法 OK 这里就是把它转换 就是T 你明白 这个T 如何计算公式 还有为什么有个Cosy 或者是不用Cosy 请你举手 我们不用急 差不多讲完了 最好你会一句都明白 你会一句都明白 你会一句都明白 你就已经很厉害了 其实 好 周启峰可以吗? 周启峰 许实耀在这里 OK 好 等你 好 好 叶子 叶子 OK 好 那接着又来了 剩下最后一句 其实最后一句 就是这一句 你计算了T 之后 你塞在这条公式里面 Y 就是篮球员的高度H 加上你的发射速度V 乘分Side Feeder 乘分时间T 减二分之一个G G就是Gravity 980cm per second square 再乘分时间的二次方 二次方怎么算的 乘分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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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选0.5Gravity 乘分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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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x加1,x加1是甚麼? 你原本x的座標是d100 就是運動員站起的位置是100 你發射完球之後畫了x加加,x就變成101 明白嗎?x就變成101 x變成101,即是下一點的座標x就是101 那怎能畫下一個籃球出來? 很簡單,你用jaw court 我現在這樣,複製貼上1234567 你將它儲存,然後你試試重新整理 你看一下效果是怎樣? SIR,我看不到它慢慢動 因為你的眼睛太慢,電腦太快 我現在重新整理,你也看不到 就算我將這七句複製貼上 貼了很多次,我貼了很多次 然後重新整理 嘩!我看不到它在中間動的 原因是什麼? 動得太快 明白嗎? 動得太快 對呀! 所以你按多一下,一下子就做到這裏 中間的全部都洗完 剩下最後的畫面停留給你看 好,到這裏你明白為何這樣做法 會看到最後一個波 中間的都看不到的 請你舉舉手 先看一看 我在這裏狂畫 每一次畫完X都加了一次 每一次畫完X++ 即是由18 開始就是X做D18 101,102,103,20405 是不是畫了很多個? 不過這些畫完之後 會全部洗洗洗洗洗洗的 裡面有一個Clear the canvas 所以便洗到最後這個停留在這裏 剩下最後這一句 這句只不過是一個停留在這裏的波 所以便停留在這裏 但之前已經洗洗了 看不到 制要操作到這裏 順利 順利 好的 我等待大家再舉手 葉智遜也OK 楊素兒 周啟豐 很感謝各位 好的 你們的專心和努力 是給我很大的動力 是的 我覺得 對大家有期望,大家就會不斷進步 怎樣令這個draw code 不用我寫這麼多次能夠做呢? 有兩個方法 怎麼有兩個方法呢? 第一個方法就是你不斷draw code 直到x變成1400為止 這個方法很簡單,我會去JavaScript 在JavaScript這裡,我就想你看看 裡面有一個Loop 有一個WOWLoop,我只需要寫一個WOWLoop 只要x沒有到W W就是這幅圖的W 從這裡到這裡的長度就叫做W,1400 只要x沒有到1400 我就用這個WOWLoop去call 這個Jaw code的功能就可以了 大家明白嗎?我用這個方法可以控制很多次 不過,你用了這個方法控制很多次又如何呢? 它都是畫得很快,洗得很快 你也是不會看到一個動畫 因為太快,你只會看到波最後停留在這裡 你講到這裡,你明白 為什麼我就這樣用這個Loop 是不能夠成功讓你看見一個慢動作的動畫 你明白的,請你舉手 好,我用了這個Loop 我只不過是節省了,不用像剛才那樣複製這麼多次 複製碟上,但還是太快,什麼都看不到的 大家清不清清楚 為 好了,我立即寫一句 For I 等於零 I 小時候就一千次了,好嗎? 好,I 加 加 我就把這個Jaw 刻做一千次 每次X 會加1,它會自動 你看看,你看這個速度會是怎樣 波就飛到這裡了,重新整理 波已經去到X 作標,已經去到這個位置了 中間的你有沒有看到?全部都看不到 你看不到那個動畫 我這樣示範,大家就清楚明白了 就是說,我這樣寫一個沒有延遲的Loop 在裡面不拖來大小的Loop 是做不到這個效果 好,不要嫌我煩 因為剛剛解釋多了那個概念 你最重要是明白概念才是重要 你不明白概念,你跟著打也沒有用 你明白為什麼這個是不行的 認真,請你舉手 我說多兩句就下課了 好,多謝你們 對了,鄧喜賢有沒有東西問? 鄧喜賢有沒有東西問? 李善惠OK嗎? 有沒有東西要問我呢? 喂,是不是我的Headphone壞了呢? 沒有壞 OK,OK 好 有東西問就隨便發問 好了,接著我們就來了 我們會引入一句 慢慢逐樣東西逐樣東西來 我們會引入一句這樣的東西 這句是什麼呢? 這句你也可以在 我已經複製貼上了 複製貼上了 在聊天那裡 我們把剛才這個Loop刷掉 這裡會叫一句JavaScript的功能 叫做SetInterval 當然你可以慢慢找回SetInterval 你自己慢慢找吧 你找出來會有解釋 我會解釋給你聽 SetInterval是做什麼呢? 你聽清楚一下 就是你打了這句命令下去之後 它會在一個minisecond之後 如果你想10個minisecond就打10 想100就打100 這個單位是minisecond 會在一個minisecond之後 就會替你Call這個功能 DrawCode OK 一個minisecond之後 會叫這個功能DrawCode 是每個一個minisecond之後都會叫 就是說你寫了這句話下去之後 它每個一個minisecond 就會叫一次DrawCode 我嘗嘗這裡玩東西 我變成1000 如果變成1000 即是多少秒? 一秒 是的 即是一秒 大家可以先試一下這個做實驗 把它變成1000 然後把它重新整理 SIR 我重新整理給你看 什麼都未有 等一秒才畫得到東西出來 然後你看到這個波 每秒鐘會update一次的位置 看到嗎? 這個我特意拖泥大水 一秒鐘update一次的 如果你說 你想這一個 是 要去哪裏呢? 在這裏 想它出現得快些的話 你就把它變成這樣 這個 然後在這裏 OK 它就會出現一個軌跡 好了 成功操作到這裏 如果你看到動畫 請你舉起手 SIR 是 波出了界後 它是否照樣畫 波出了界 溫俊耀 你真的很有眼力 看到波出了界 我告訴你 波出了界後 它是繼續在畫的 不過你看不到的 溫俊耀 OK 所以我們去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 出了界就沒用了 第二 我也不想畫到波出界 遊戲 就是你會決定射波的速度和角度 然後遊戲打算做什麼呢? 就是當波到這裏的時候 就會停下 然後看你中不中 中就給一分 不中就不給分 其實就是想這樣的 所以我想它什麼時候停下 我就是想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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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去到 這個位置 當X 去到 W 的時候 就不再 不再 自動 call 這個 draw code 這個功能 即是說 當我 X 去到 W 這個數值的時候 這個 這個Z Interval 我就想 取消它 就好像 你要計算一個 定時器 去到 那裏 夠了 做夠了 我就不需要你去再用 那有什麼方法 取消這個Z Interval 即是你想取消它 那我就要 教這個鬧鐘的時候 我用這句說話 去做一個比喻 就好像教一個 每一個mini second 會響一次的鬧鐘 我就叫這個 JavaScript 的功能 的時候 我就會把這個 儲存 這個 timers 就是儲存了 這個鬧鐘 儲存了 這個鬧鐘 然後 我就做一句 這樣的說話 那句說話是什麼 我就 抄到聊天給你 那句說話 就是要貼在這裏 X加加之後 然後做一句這樣的東西 哇 這句是什麼 X加加 X加了1 X是越來越大的 X大一下大一下 它就會去到W W就是這裏 X大一下大一下 就會去到W 當X等於W 我們就不再繼續畫下去了 就把這個 Timer 即是這句 Function Return 存在這個變數的計時器 我就把這個Timer 交給一個JavaScript 這個Function 去執行 這個Function 叫Clear Interval 就是取消了計時器 那取消哪個計時器 就是取消Timer這個計時器 那就是 它是不會執行 對不起 剛才我複製貼上 多了這個山褲湖 大家貼上的時候小心 我貼到聊天的時候 貼多了這個山褲湖 大家小心 行不行 OK 把它儲存 然後重新整理 你會見到 哇 球飛了過來 好 操作到這裏 都明白的 那我的講解 就差不多完成了 差不多而已 不是真的 好 你能夠成功操作到這裏 又明白的 請你舉手 我們第二課 就會複雜的 就等於上次 玩訂氣票 第一課都教足你了 第二課的時候 我們會開始放其他東西 就複雜 接著就要交功課了 當然做功課的時候 會有更加多些東西 你自己去發揮 所以你要明白了 我們原作第一課 先講的 有沒有問題 鄧圖言 許疾要葉子軒 好 好 好 等一下 永聖 不 阿聖傑 聖傑 有沒有問題 好 今天大家非常之好 我覺得 說真正一句 只要我們每天上課的表現 你不要說九星星 真的 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 等於太厲害了實力 好了 這裡 臨尾想說一句 就是 說 什麼 其實就是想這樣說 你聽著 臨尾說那句 就是 想說什麼 沒有話想說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故意 變成了大家好玩 懂得動 我們下次回來上課的時候 就會在下課後 加一些打機 加一些簡單遊戲的 加個Slider 控制這個位置 控制發射的速度 那些這樣的東西 加一些計分的裝置 加一些音效 好 講完了這一課 這一課 總結 複雜的地方 不是在這三條公式 複雜的地方 是在乎 你用Canvas 的概念 第一 就是你要懂得去定義 你要定義一個Canvas 的 在HTML DOM 裡面 要開一個Canvas 第二 你要拿它這個Canvas 的ID出來 然後設計一個叫做 Join Object CDX 畫任何東西都要用CDX來畫 因為 電腦的Coordinates 和我們平時用物理學 數學Coordinates的座標 的方向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只剩下兩句 就是用來做一個Transform 把它變成 然後下面寫不同的功能 去畫 整個動畫的原理就是 我們每一次要更新畫面 就是靠這句 使用整個畫面的所有東西 重新畫完 這個是最簡單的方法 然後再學習一件事 就是在Java 書籍裡面 教一個時間劑 教一個時間劑 定時 就畫一個新的波 然後什麼時候停 去到目的地 就用這個方法 清除時間 時間計時器 就停止動畫了 好,我整堂講的都完畢了 好,大家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隨便發問 對了,不要客氣 有問題的隨便發問 還要問得清清楚楚 不要在心裡 這麼厲害 沒有人有問題的 常常的時間劑是否最小是1 聽不到 那個時間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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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你想說去快一點 試一下去 再爽一點 是不是 那你就試一下 我們做實驗 試一下 這個問題太好了 試一下快一點 0.1 看看能不能出到0.1的ms 那你就去這裏 嘩,好像沒有幫助 是嗎 對 也是的 即是它 什麼的 都是什麼的 那你究竟能不能夠 去到再細一點 那我們就去接管這裏看看 就是那個 setInterval 可以用microsecond 這樣解釋 那我們就去JavaScript 這裡 這裏有一個minisecond 那有沒有可以 setmicrosecond 我要找一下才可以 因為我每次做真的時候 都沒有特別去研究 有沒有setmicrosecond OK 如果找到會出聲 那我也想知道有沒有setmicrosecond 我自己就沒有試過 而在Arduino裡面 也要有延遲這件事 去延遲時間 裡面它就會有microsecond minisecond 這個option 至於這裏 我要試一試才行 不如馬上Google它 看看有沒有 最少一個minisecond 有沒有得少過呢 那我不花時間在這裏看了 那可能要看看有沒有做microsecond 那些 這份功課要給溫俊宇做 但是 他應該要找回答案 對 然後你試試 他就交給你的下課 再跟他講 對 然後你試試看有沒有 總之 剛才setInterval 那裏 如果蠻眼看起來 就像這樣 只能夠出那個minisecond 可以嗎 有時候有些不一定有的 譬如說 我要leno second 這樣可以嗎 那如果沒有提供 也沒辦法 不過不要緊有一個好問題 OK 好 大家有沒有問題 繼續 好 發問 SIR 設定了90之後 是不是會迫害了阿士 設定了什麼 設定了什麼 設定了90之後 這個厲害了 即是垂直發射 他去了第二個次元 沒錯 如果你的角度是90的話 你計算來計算去 都是一條垂直線而已 可以嗎 這個是不可以的 可以嗎 就是90是不可以的 你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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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遊戲那裡 設定了它 最大去到89度 不要去到90度 可以嗎 89度 它也是很快 閃軌 89度 都很快就沒有了 對 好 有沒有問題 如果你想射球快一點 你那個力水要夠的話 說真的一句 原來透過這個 做個實驗你會知道的 如果你站著差不多半場去射的話 你那個速度要到12m per second 即是快一些人跑 100米多些 一定要那個波的速度 OK 好 我們可以做這個實驗 很厲害 找個同學 即是在全場起跑 當他跑完半場的時候 他已經達到100米的均速速度的時候 他經過你身邊 你就會發射球 如果你的球能夠快 那麼我們就能夠做這個實驗 證實到 是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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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挺好的 這個 喂 我這些留分 待會下課堂才談 錄影完了 好 多謝楊尚瑜幫我點名 溫俊瑜幫我點名 大家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就問 沒問題就停止錄影 老師可不可以讓我提一提 好像不知道是否有些東西漏了 還有我的電話打了 喂 聽不到 你大聲一點 可不可以看一看什麼 我剛剛有個電話進來 剛才好像有些位置 喂 喂 喂 是 我可不可以 你讓我看看前面 我好像有些東西漏了 我想夾一夾整個 好 大家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停止錄影 是嗎 大挞 好 謝謝 我來 你說 在 你 坐 那 你 發